SCP-031 What is love? 爱为何物 项目等级 Safe 投入收容措施 SCP-031应送于位于赛亿77的Safe及SCP-7的标准人型收容时 与SCP-031互动的人员不得直接注视它 并需透过安装在美间防阵中的内部通话系统与收拾者交流 收容是应由监护员工每周打扫一次 打扫员工应戴遮光护目镜 已削弱SCP-031的影响 描述 SCP-031是一个无定型生物 重75公斤 SCP-031能以时速3公里的速度移动 移动时产生一条油机 项目仅能进行基本的移动 对回缩组织样本的测试显示 SCP-031成分中至少有人类的肌肉和表皮组织 SCP-031能够模仿任何音高和语气的人类话语 但目前不清楚SCP-031在生物学上如何发生 直接观察SCP-031的对象 会将其视为自己认识并且曾经爱慕过的一个人 意识到自己被观察后 SCP-031将自称是前文所述之人 且由于过去的某个事件而一平如席 SCP-031会以此事试图说服对象 允许他在身边带上一段较长的时间 直到他的生活能够安定下来 该效应对所有看见SCP-031的人有效 且研究是为找到SCP-031能同时影响的人数上限 在观察住所后 SCP-031将尝试与对象开始一段恋爱关系 如果这段关系成功建立 SCP-031将在对象家住下 及其SCP-031开始积极地 同时影响多个对象的事例已被记录 最后形成一个包含至少18个不同酒店房间的潮 内有与SCP-031具有某种关系的不同对象 SCP-031是在 暴动后 由于警察受到互相矛盾的口供 而被发现并收容 多名对象汇报了对SCP-031的外貌相差甚远的看法 最初接触的平民也受到影响 不过大范围使用记忆相处器和吸入式镇定器 安抚了所有受影响对象 之后机动特陈队赛七在SCP-031所居住的酒店中 将其成功回收 自1958年11月16日期 SCP-031被分级为SAFE 附录 研究发现身为无浪漫情向的对象 不受SCP-031影响 然而所有这类对象 均称SCP-031是一个娇小丰满的原型 外貌被SCP-031体内异散的黑烟所掩盖 据后续测试已解释此现象 进一步测试显示 对象的感知所受之影响 类似于SCP-1937所造成的影响 以上就是SCP-031 简单来说SCP-031是一个没有特定形状的生物 能模仿任何人类的声音 看到SCP-031的人会把它看成自己曾经爱过的人 SCP-031会利用这点注到对方家中 另外最后提到的SCP-1937是一个小木屋 当人待在里面超过30分钟会感染SCP-1937A 当被感染的人说出自我厌恶的话时 会有一个跟他相同的声音安慰他 并增强他的自尊和自信 SCP-031的图片来源是丹麦摄影师 Esker Carlson 现场的是以电脑软体修改后的黑白照片 他的作品常包含各种扭曲的人体 或是突兀的快装物体 这张图片是来自他第一本摄影期RUN 对他的作品有兴趣的人会把连结放在底下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就帮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帮不喜欢吧 喜欢我做什么SCP或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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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